马来西亚数十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 声援巴勒斯坦秘书处 号召民众参与在吉隆坡美国大使馆外的集会 并以包围大使馆方式 凸显加萨人民受到以色列包围 遭到无情炮火蹂躏 为了人道 为了这个巴勒斯坦人民的尊严 我们要求停火 所以我们今天在美国大使馆扎营 主要就是要提醒马来西亚人民 也提醒世界包括美国的当权者 希望美国听从国际的声音 基于人道 接受这个停火的要求 流行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对面的 朝圣基金局大厦聚集 手持抗议布条与看板 向路旁行经的车辆演说 表达诉求 也有抗议民众把以色列国旗 置于路面任由车辆演过 甚至焚烧以色列国旗 而这次集会中可以看到 有更多华人青年团体加入抗议行列 对于华人社会来讲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很大部分都华人就觉得事不关己 但是这偏偏不是我们所想的 因为毕竟这是跟一个 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有关的 所以我必须到现场来表现 我对巴勒斯坦 对巴勒斯坦的人民的一种声援支持 战争本就是一个不人道的一个行为 就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来原作会议来解决 就从不就慢慢从讨论当中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以战争这个残忍的方式来解决 由于大马警方对这次集会提前封锁道路 在美国大使馆外部署大批警力阻止游行队伍前进 游行民众因此就近搭帐篷夜宿计划扎营到月底 期间每晚都会举办声援活动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吉隆坡报导